娶了夫婆当老婆后 哎 老婆 老婆 你猜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看见奥特曼 哎呀 不是 你再猜 哎呀 我说哪能猜出来啊 不过看你这个兴奋劲 一看就没什么好事 我看见小刘他老婆了 小刘他老婆 那有什么奇怪的 我也见上见啊 这次不一样 他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一起啊 说不定人家那个男人 是他同事或者是朋友呢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他和那个男人绝对不一万 不行 我得给小刘说啊 幸亏我还拍了照片啊 哎 你等等 你有些什么事可不能乱讲啊 我没乱讲啊 我就是把看到的实话实说啊 避免小刘魔兽欺骗啊 有些事情你都还没有搞清楚什么事呢 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啊 你再说怎么还挑战欺骗啊 哎呀 我这不也是为了小刘好吗 不行 我得给他打电话 哎 你又等着看我进去啊 啊 喂 哎 兄弟啊 哎 哥 那个什么 你嫂子又弄了点上好的茶叶 你抓你带弟妹来一起尝尝呀 哥 我显得过不去啊 他有点工作我冒完啊 不是 那弟妹呢 让他来 你嫂子就想他了 那今天太不巧了 怎么说他标的来了吗 他讲解起来 等会我冒完还得给他们回喝一会儿吃饭 哦 哥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这个我给他冤架 这回死心了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一个视角 但是他并不是真相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